针对国发会决议将屏东恒春 台南嘉义台东花莲等五座 使用率低的飞机场考虑退场 花东地区认为载客量低 要求2017年前提出机场活化计划跟成果 否则考虑退场机制 不过对于必须花莲台东台北往返的 阿美族裔人陈志远跟林秀琴认为 机场如果退场交通相当不便利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当天来回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又因为家乡老人家 有时候会去看父母亲 有些突发状况 交通部民航局跟国发会不同调 表示活化计划会持续进行 不会轻言放弃花莲台东两个机场 并且会鼓励更多航空公司来飞国际包机 减免降落费等方式 减少航空公司的成本 吸引更多航空公司愿意来飞花莲台东航线 我们也成立 也有一家公司成立了一个训练机构 那未来会再逃到机场发展一个训练学校 对 所以我们就加以活化 民航局表示 花东机场居民如果有需要到台北就医 还是需要空运的需求 另外台东机场是台东蓝宇的门户 所以是有存在的必要 因此民航局表示 花东地区不会轻易退场 接下来宣传投授台北市采访不懂